现在赶快来开始来去看 当我刚刚曾经有介绍过就是枢纽分析 不对应该是说我刚刚有介绍过老板最关心 当然就是以利润为主 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去分析这个利润 利润这件事 那首先第一就是我想要告诉老板说 各年的利润表现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下 当因为要做数据分析嘛 所以第一件事点选插入底下枢纽分析表 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容易记得 为什么他把之前他绝对不是放在插入功能标签底下 而是放在资料功能标签底下的枢纽分析 那是因为插入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功能叫表格 我这个枢纽分析表格他也是表格啊 表格当然类似的表格当然要放在一起啦 所以他就插入表格放在什么地方插入枢纽分析表也就放在他的附近 而且变成对于数据分析来说 枢纽分析表格绝对是胜过于一般表格的定义 好点选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他会依照我刚刚游标所在的位置 他是哪一个表格自己扩张来去定义 所以这件事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就点选什么 异设的订单2 这也是我们刚刚曾经定义过的订单2 点选确定 没错 我们接下来又看到很类似 很类似就是8月17号 我们曾经看过的这个枢纽分析 其实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们日后要做的分析 很有可能这边有绝对不止一张的表格 可是现在的Excel 这一件事他是做不到的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 就是有很多的栏位名称 他的操作方式很简单 就是透过我要分析各年 各年的利润统计分析 记住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其实不管是在做任何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都是在讲那个大数据分析 好 那你就要去思考 我到底要分析什么 好 讲通了之后 剩下都是用勾选 像各年利润统计分析 所以首先你要先找各年 请问一下这里面 订单日期才有年呢 还有我自己是不是也定义了一个年 对不对 好 假设我现在我用的是订单日期 请你特别注意哦 我用的是订单日期 接下来我去勾选利润 利润拿下来一点点利润 就是我要做各年利润统计分析 各年年他在订单日期里有 所以我就勾订单日期 这是绝对合逻辑的 然后当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你在勾选的利润 接下来下一件事情 你就要勾选 一般来说 他原最建议的图就是 我们最频繁使用的 举例来说 我们就勾选这个直条图 确定 从这张直条图里面 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 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 我们的利润的呈现 2017年到2018年 他有很小幅的上升 2019年大幅的成长 然后接下来 2019到2020 这之间大概又再升了 这个2万吧 18千万 2万没错 12万变到14万 又增加了2万 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呢 这个只是笼统的一个数据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希望来去做一些改变 举例来说 这是各年的利润分析 所以我就工作表名称我就先打个年利润 标准 对